席台带来了好与南投仁爱乡的都达村多处土石流 有90岁的富人受困在公寮 远景是冒险涉水把它背在身上带到安全的地方 而山区多处路段也重创了农作 高山高丽菜菜价居高不下 那么是既走一趟传统市场 高山高丽菜一斤45块随便一颗要破败 让菜兰足说根本买不下手 完了完了 这个完了 卡努台风肆虐 南投仁爱乡都达村 暴雨冲刷 泥流滚滚 马路严重土石流 居民没法撤离也完全无法移动 当时部落约有200户停电 雪上加霜 警方获报附近头巴鼠线道5K处边不公寮 有90岁富人受困 滚滚泥流就在脚下 远景用徒步方式沿着柔长寸断的山路 往前挺进 把老妇人背上身 到安全处避难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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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石松洞 例行产业道路崩塌 瞬间触目惊心 连通往庐山的台14线 也出现巨大黑洞 当时不少路段封闭 导致高山高丽菜运不下山 水分多又容易烂掉 量少价格自然飙升 之前大概30 现在呢 现在45 高山高丽菜一斤45元 随便一颗都要破百 菜篮足根本买不下去 连续下雨 大概下两三个礼拜了 然后下雨出太阳 所以菜烂得很快 大概 这至少大概要一个月 才能缓过来吧 如果真的觉得太贵 卖场的进口高丽菜 价格相对亲民 两公斤75元 但口感跟品质 就没有本地产的好 民众可以自行取舍 记者台中南投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